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港股受到很多中外的因素 一連串的打擊,出現了大跌 要和大家講的題目,就是中國數據差 港股恐未跌完 先看看今天恆新指數的表現 全日恆指最低是見過22,207點 這個低位已經比2月26日的低位 22,259點 收市時,收報22,264 全日跌了395點 超過1,000隻股票下跌 上升的股票不足400隻 唯一可能更好 看看恆新指數圖 在劣景之中,成交不算大 比上週五少了15億 全日成交680億 另外一件事,今天收市的價位 22,265 是比2月26日的低位輕微高了5點 即是說最後都沽狠 沽下去之後,但最後想收手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有些官網 官網甚麼呢? 第一,官網今晚外圍的情況 第二,官網 中國在港股收市之後 有數據公佈 我們待會說下去 剛才說到數據差 未跌完 數據如何差 第一,出口數據 2月份大跌18% 最慘是預期 預期增長7.5% 因為農曆新年因素 甚麼都好 加上1、2月來看 出口仍然都是按年倒跌1.6% 所以真是差 出口不理想 第二,就是通脹 2月份CPI按月增0.5% 按年增2% 即是沒甚麼通脹 原本是好事 但PPI方面很差 為甚麼呢? 按月下跌0.2% 按年下跌2% 這個跌幅是較預期的1.9%為大 最大的問題是 今次是2012年3月份以來 持續的負增長 2012年3月到2014年的2月份 總共是24個月 即是兩年的PPI都是負增長 持續兩年負增長 反應工業一直都是需求疲弱 真是很慘 你看看工業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中國的GDP增長 受到很大的壓力 好了 剛才說收市之後 都在數據公佈 那是甚麼呢? 就是新增貸款 2月份的新增貸款 只有6445億人民幣 較預期的7300億是少的 2月份的社會融資 是9387億人民幣 亦是較預期的13129億人民幣 是少的 還要少很多 反映出 就是突然間 那個社會融資 為何會突然間 收了那麼多 是否那些理財產品 那些規管 一連串的擔心 今為意 得出的結論 就是 很可能一季度 中國的GDP增長 會放緩 去年是7.7% 一季度可能放緩到7.5% 有懷疑擔心之後 令到中港股市都下跌 大家看看內地股市的情況 上正指數 今天大跌2.86% 不過 它還未跌穿 上一月份的低位 咦? 不是很差嗎? 不是 你要看其他 例如 在深淨成分股指數 你看到 原來 不要說1月份 連2月份的低位 都跌穿了 接近去年6月的低位 不差多遠 很可能率先跌破底而落 中間的互深300指數 即兩邊都有 大的股份 你見到 1、2月份的低位 都是跌穿了 亦都是準備要下市 其實就是去年6月的低位 所以如果你看上正指數 覺得不太恐怖 可能這個圖 就誤會了 你看到 互深300指數 即是中狠一點 都是可能會下市 去年6月的低位 在這樣的情況下 恒指當然受到很大壓力 受到衝擊 很可能會正式跌穿 22,200區域 下市22,000關 各企指數也是 現在險搜 9,500 但之前2月初的低位 9,400 這個區域 亦都有可能會率先跌穿 短期有些轉淡的跡象 大家要留心 好,今日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